这把糊的名字我给它请的名叫松石 因为那个松石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骨扎感 那种沧桑 它一定稳得住 所以我在创作这个气劲的时候 把它做的比较扁一些 整个气劲往下沉的比较多一些 整个给人感觉就是有松的地方 同时又有紧的一个感觉 身筒在当时做的时候 我用了一个就是那个是个菩提子 它在按压挤压的过程中 在制作的时候非常自然固扑 而且带有很细小的一些基礼在里面 和这种我想表达的实的质感 这种沧桑感相得益彰 松树给我传达的东西 它是比较坚韧的 比较苍劲的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我自然生发的一个东西都是直的 我觉得直流是最合理的 直流嘴它的出水的水压和力度是又美 而且力度很强的 并不是一味的把它放宽和放窄 它的力度会加大 把手上的它的比例 并不是一味的一定要和身筒一模一样 达到一个相对的和谐和一致 又要和它和谐 同时要破它一下 如果你太方 它很容易把手给烫倒 所以你要符合人在用的过程中的感受 所有的美它一定要是协调的 松树和石头它是天然的好邻居 因为松树它就长在石头缝里面 所以要把石头厚实感要做出来 同时还要做的趣味感 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一个器皿 然后在拿捏上考虑它的用 拿捏它不至于烫手啊 或者是如果你太大 显得太笨拙 太小不好用 还是要和嘴巴之间的关头 达到一个银协调 这也是传统的东西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东西 就是一定要协调美 我比较好古 我喜欢那种文人那种清高 那个清高是个宝业的 要有点那种骨子里边骄傲 但是对文化的一种自信 这个器皿和人是一体的 正好又传达了一种精神脉露 古人告诉我们之后 就是要尊重自己 保留自己的个性 同时不能盲目的自我 我比较向往像苏东坡那种方式 就把艺术回归到生活